有没有听过传说中 Off-White Crossover Air Jordan 1 鞋 Canary Yellow 这款鞋到底为什么会胎死腹中 最近推出了一款颜色非常相似的唐细佬 好,今天我要说的是 Off-White Crossover Nike Off-White还有没有人买呢? Yo,大家好,我是智八豪 今天又来说鞋了 今天是想说 Off-White Crossover Nike 的一些故事 在开箱之前 记得CLS、留言、赞和分享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我有新的开箱片 你就第一时间知道 如果想大大力支持一下 这里有Payme 那里有Superfans 自己搞一下 好,今天想和大家说Off-White Off-White也流行了很多年 大家之前有没有买过? 现在你还有没有买呢? 其实Off-White之前推出过很多鞋款 和Nike Crossover的一些鞋款 大家曾经追过炒过 我自己也拥有过不少 其实之前是要抽的 在Nike 就算你抽签 都未必一定你抽得中 机会率非常低 我很幸运我曾经抽中过两双 一双是VaporMax FK 黑色的 另外一款也是黑色 Zoom Fly 另外我自己有保持一双 就是Nord 49的Dunload 我觉得那双非常漂亮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穿搭的话 其实我金狗也会有穿下那双 Dunload 真棒 因为我喜欢很多鞋带在鞋面穿起来穿去的感觉 那双是我挺喜欢的 接下来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双就是 哇 很重 你看这个鞋盒 很大 老年的鞋盒 到底是什么样子 它的鞋盒上的设计是红砖 Nike 的橙色 上面变成砖头 有点像Mario那样的感觉 很重 我先放下 拿出来一边说一边背 这个鞋盒是这样的 里面是青绿色 有了Nike 和Off-White 设计的圆水 在里面 衬纸呢 衬纸是这样的 都是蓝色的衬纸 上面有Off-White 和Nike Tic 还有死神的样子 都挺帥的 鞋盒也挺多 这边是写着 这边是写着 Disk and Up 两边都是 对了 这样 就没有了 整个鞋盒就是这样 然后呢 带着就这样 没什么特别 好 拿一双鞋出去说 我先看看 就是这一对 这一对 是Air Force One 对了 为什么我开始会提到 Off-White Cross-Over Air Jordan One High 那一对鞋呢 因为那一对其实是一个传说 先讲一些故事 就会知道和这一对鞋有什么联系 有没有发现 其实是由Vergio 离开了人世之后 Off-White 人气越来越差 和Nike Cross-Over的东西 都开始不是太多人追 不知道是不是意激不流行呢 还是没有Vergio 其实带领不了那个潮流呢 但其实Vergio 其实是留下了很多 令人期待的设计 甚至乎 是变成一个传说的神秘 试完是2019年的时候 Vergio在芝加哥的MCA 搞了一个展览 就叫Figures of Speech 当时就展出了很多 没有曝光过的一些 Sample 鞋款出来 很棒的 很多东西看 但是当时最令人记得 就是有一对 黄色成白色的Air Jordan One 那一对鞋是很帅 配色是非常之sharp 当时愚无以外 应该会是Vergio 第四次用Air Jordan One 来Cross Over的鞋款 那一对坊间就叫做Cannery Yellow 那个鞋款是非常之off weight 尤其是它很标志性的 一些拆解的设计在上面 鞋领上面就有一个风露了出来的 那把关刀也是有车线车在上面的样子 接着也有一个标志性的黑胶吊牌 吊牌上面就写着2020年 所以大家也以为它会不会2020年推出 鞋面就用了网布 镜皮和皮革所组成的 其实它很多鞋款 都是有这个物料的组合的 那款鞋 很多人都觉得很棒 尤其是那个配色 黄白色绝对是非常之鞋 亦是很少见的一种颜色 当时off weight 还是比较多人留意 所以大家就在问 这对东西什么时候推出呢 一直都是没有一个官方的答案 曾经在2019年到2020年 那些人传闻说2020年会推出 因为黑色文章上写着2020年 但是没有推出 接着又说好像说21年推出 你也会找到上网很多一些报道 说是21年会推出的 但是最后都是没有推出的 直到2022年 Jordan Brand 的一个发言人就说 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 推出这个鞋款 没有计划过的 所以大家就死了心了 好,直到最近 2023年的时候 有一双鞋 是off weight cross over Nike 亦都是黄白配色 终于令到人再引起注意 就是这一双 Air Force One Meet 颜色上基本上 跟Air Jordan 相似 都是一个鲜黄色 再加一个白色的配襯 虽然Air Jordan 和Air Force One 的吸引度 是两样东西 但是在没有那双 Air Jordan One 的情况下 这双黄白色的 off weight cross over Nike Air Force One 其实一样是蛮吸引的 那就来看看这双鞋的细节 再来看看这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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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色彩的 当然off weight 会看到这个 这样的 膠牌 之前有很多颜色 橙色、白色、黑色 今次配合这双鞋的颜色 就推出了一个黄色 在上面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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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贯穿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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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用來綁你的腳的鞋帶 就是黃色的 一如以往,上面的鞋帶是寫著Zoo Lace 前一片鞋舌 先撕掉這個 是寫著Air的 這裡剛才看到 跟平時Nike Air Force One一樣 Mid Cut 也有一個魔術貼 另外最有趣的地方是鞋底 看到嗎? 有很多釘子 全部飛出來 這個鞋底很有趣 這個感覺像平時跑山的鞋子 好像很有抓地力 但這些我們日常穿搭的款式 這些釘子就沒什麼作用了 但走路的時候 不知道這些釘子的感覺會如何呢? 它是很軟的 你看看 彈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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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踩一下就會爛了 這些釘子 這麼有趣 我剛才發現 這個底有兩折色 我以為整個是同一個黃色 它上面是少許橙色的 下面這個部分是黃色的 深淺是不同的 這個橙色有點像 扣著白色鞋帶的一個扣的橙色 另外 另外 足弓的位置也挺有趣的 它生了一塊東西 不知道是否可以 支撐你的足弓 我看上去就沒什麼分別了 但有一塊在足弓的位置也挺有趣的 整個坦克車的樣子 這個看上去就是這樣 另外 鞋跟位 有個死神的刺繡 後面就是Nike 另外這個Air Max的位置 很有趣 它是一個類似波浪的一個設計 不是平時就這樣見到Air Max 首先Air Force 1 如果用了一個 露出來的Air Max 其實都比較少見 這個設計也挺有趣的 連中底這個部分都變成一個波浪 是不是很棒 這個細節是非常多的 有趣的地方 鞋底被斬開了兩折 看到有一條裂痕 好像地震一樣 就把這個鞋底 分開兩份 其實很優質的皮味 它真的有一種你買皮鞋的那種味道 這個皮真的很棒 其實 質素很高 這雙鞋不是開玩笑 這雙鞋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沒有分別的 除了這邊是有一個 膠牌 這邊是沒有的 其實這雙鞋 入手的原因是因為 我是挺喜歡黃色的 不過黃色的鞋 就真的很難配 這雙鞋 我是猶豫的 我買回來的時候 我會考慮因為黃色的鞋 少 而這雙黃白配色很漂亮 亦都非常像之前那雙Airdroland 1 所以我就買回來 可能我都是收藏居多了 因為 它不是一個炒價 買回來的 我有一天經過銅鑼灣的Nike Lab 看到它放了這雙鞋 嘩 英俊的 然後 我本身就想在Nike Lab 直接買回家 然後我上網按一下 在Nike的官網 其實都還是齊齊齊齊 嘩 喂 沒人買的 Off-white 到底什麼料呢 是不是真的不流行呢 但我沒有理會了 馬上就買回來 這雙鞋 實物是非常漂亮的 它是用一些比較優質的皮革 摸上去是軟熟的 紋理也非常漂亮 它是沒有氣我們的 平時很多Nike 的鞋子 質感都比較差 這雙鞋子的皮革是漂亮的 材料上的用料都是正的 造工 Nike 最差就是造工 我看上去 這個造工是不錯的 沒有膠水積 亦沒有線頭飛出來 這雙鞋真的是 以1299 元來說 是值得玩的 非常多細節 而且是Off-white 和 Nike 的Cross-over 我覺得 不要理會它是否流行 但這雙鞋以這個價錢入手 絕對是值得的 大家不知道會不會 再買Off-white 的東西呢 雖然真的不流行 但我想還有一群粉絲 我自己也挺喜歡它的設計 雖然你這麼多年來看上去 都差不多了 但是 漂亮 好 今天就這麼多 記得 告訴這位朋友 今天自拍好 又講鞋 今天是講這雙 Off-white Cross-over Nike 的 Air Force 1 Mid Cut 黃白色 是非常之像當年的 Air Jordan 1 傳說中那一雙 好 就這樣 下次見 Bye